另外一個就是 人家創作要抽菸 你們創作的時候會要喝一杯嗎 我寫歌的時候不會喝的 真的嗎 會想 結果喝酒會想會記一點什麼 可是不會真的去寫 我寫歌有怪癖 所以我寫歌的時候是需要 通常我寫歌的時候要洗手 怎麼那麼奇怪 我通常都是這樣 都是晚上回家 我一定要洗澡 我的書桌一定要非常乾淨 非常整齊 潔癖 對 然後他們都是用鉛筆 我用的紙的都是粗面 就寫起來 對 就是很粗躁的 有點類似環保紙 對 粗粗的這樣 要有質感 對 然後我要洗得很清爽 然後坐下來才開始洗 那你鉛筆會不會特別用那種 好像這樣 不是那種美術筆 那種書苗 我有一支 我有一支筆是我 慣用 老了以後 以後幾十年以後 回家的時候 是 對 對 回家的時候 進堡壘的時候 對 對 是可以 可能放在李宗盛什麼博物館裡面 紀念館 對 紀念館 紀念館 博物館是我還在的時候就可以了 紀念館是不是又不在了 你知道孩子 你這樣 對… 也不錯啦 所以現在住的地方不能叫故居 對… 故居 只有那支筆 鉛筆 怎麼可能 筆心 沒有…那是裝… 對 自動鉛筆 對… 是… 我在家裡都是放在我抽屜的 固定一個格子裡面 不准有人動 這樣子 我出門也不會帶著 那只有是我寫歌的時候 你們知道了 李宗盛的任什麼歌 什麼歌你講 什麼傷痕 什麼領悟 什麼以前凡人歌 都是從那支筆寫出來的 百萬作品 然後它是有0.3 0.5 0.7 所以你把0.3那一面 向你自己的時候 一壓 它就出來是0.3的筆心 它有重力 然後0.7的時候 一壓出來就有0.7的筆心 但你寫歌一定要0.幾嗎 非常好的問題 就是說 當我寫得很慢的時候 我通常當時用0.3 因為0.3很容易斷 所以你只要壓出來一點點 就表示我寫得很慢 到快寫完 差不多在修的時候 通常都是0.7 就是很快 所以就筆心比較粗 可以寫很快 非常好的問題 非常細膩的問題 非常細膩的問題 對 這跟洗手是個什麼狀況 其實我希望很fresh 很純淨的一種感覺 對 要那個 又有香皂的味道 香香的這樣 我沒有辦法手油油的 或臉油油的去寫一個東西 我一定要很清爽 洗完澡 然後泡一杯茶 開始洗 可是如果我是他太太的話 我會跟他離婚 受不了 我是有一點怪癖 比如說 比如說我是 對不起 沒問題 這是事實 沒問題 比如說我這個 家裡的衣服 是我調的 我的衣帽間 比如說我的褲子 折起來以後 一定是褲頭 這個拉鍊那個 朝裡面一個一個掛起來 這個有點過分 所以我們家的阿姨 都會跟他講 然後扣子一定要 這個衣架 一定要這個扣子 要扣起來才能掛 不然衣服就掛了 都會折同一個方向這樣 看不太出來 這個時候不講 是是是 看不太出來 我是這種 所以我比如說 我在家裡其實是一個蠻 蠻Squared 蠻Need Need是好聽的意思 蠻討厭的一個人 有一定的規矩的東西 對 講創作人的創作習慣 真的蠻有趣的 這是一個 這是對創作的誠意 在以前就是摘戒沐浴 是焚香 沒錯 焚香 很神聖的一件事情 料乾清淨 你會 你也需要這樣嗎 你也需要這樣嗎 沒有 我不洗手的 但是總有一定的 一定的特質跟要求 比如說環境 沒有 其實剛剛我來錄 在我們過來電視台 要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在車上 我就一直在想一個旋律 平常我會把它 把它錄在那個手機裡面 剛剛今天這個手機沒有 沒有帶來 所以現在就忘記了 我剛剛本來想說 跟助理要借個手機錄出來 錄在手機 就這樣哼唱 對 就這樣聲音錄在裡面 就是隨時想到一個旋律 要有錄音機當然更好 以前是用錄音筆 再早一點 有沒有什麼忽然間那種 哪一首歌是比較像你這種 隨性生來一筆 很多 然後造成很轟動 幾乎都是這種 生來一筆那種 我現在在錄音機跟手機裡面 大概有大概 大概九十幾首的那個 音樂 element 不敢講說是 不敢講說是完整的曲子 但是音樂 element都在裡面 那你們對張 那張正月給我一個感覺 就是那種隨時永遠都找不到東西的 我 拿來都可以 像我 他絕對 大家都看錯阿悅 阿悅絕對不能以貌曲 也是非常犀利 絕對不能以貌曲 沒有 像我在想 我回家是 因為我家很小 台北家很小 然後所以 而且回到家 而且牆很薄 我曾經在 因為我 我曾經就是 在家自己簡單的錄音 可是被人家感 因為鄰居 因為台北 對 台北的那個 那個房子都很小 而且看到很近 你知道嗎 旁邊有吵架 我在幹什麼壞事 都聽得很清楚 你幹壞事 人家來聽什麼 壞事 那是好事 好事 對 不管是好事壞事 都很清楚 所以呢 我那個時候 買了電腦 然後在家裡面自己坐 然後鄰居都會罵 就是說太大聲了 要不然就是 警察來關切這樣 唉唷 是你喔 張先生 那個隔壁的人說 你音樂太大聲了 可能會小聲 對不起 對不起 所以在家幾乎都不寫東西 像我創作的方法 像我可能跟大佑也有點像 有時候我是節奏先出來 對 節奏先出來 讓我這種東西 所以需要很大聲的音 那個喇叭 那個speaker也要很大聲 所以就被趕 對 所以我的創作習慣 大致上這樣 如果現在的話 都是在 都是在酒店的房間裡面 因為我學生都會帶吉他 我就會彈座 因為在台北沒時間洗了 我覺得創作還是要有一個 還滿舒服 自在的環境 你想要做什麼 你想要幹什麼 然後因為最近 因為我們在弄我們這張中冠線的唱片 他有一次跑到我的錄音室來錄音 被趕了 沒辦法 我自己的錄音室 因為有人在用這樣 不給我用這樣子 他跑到我的錄音室來用 在台北 然後他進去的時候 他是什麼的筆記也沒有 小型錄音機也沒有 他進去的時候先打鼓 他那個節拍器出來 他就開始 然後連過門都打完 然後進去副歌的部分 然後回去煮歌 開始慢回來什麼 他先打完那個鼓 然後進去也要開始彈吉他 彈吉他 彈電吉他 開始彈一個solo 然後開始唱啦啦啦把它唱完 然後我就問他 你沒有 你很熟了嗎 沒有 我前兩天剛好想到這個 他是這樣子 他全部在腦子裡 就是已經可以完成了 大概就是已經完成了 他整個picture很清楚 我覺得他的腦袋 本身就是一個錄音室 一直在做 然後呢 然後呢 一首歌這樣子 我覺得可能是湊巧嘛 他說拿好了 這個可以了 再給我開一個新的袋子 一個新的盤 他進去就開始打另外一個節奏 他現在彈另外一個節奏 彈另外的時候 他唱另外一首歌出來 他說最近有到兩三首歌 在腦裡面 他是這樣子 好厲害喔 他是這樣子 小女孩子不知道 這老屁股的高傻才厲害 老屁股的高傻 人心肌力不夠 是他講 不用記起來 魚又記起來 魚味無窮 我們幾個人 一開始組團的時候 而且 你趕快唱 你不唱什麼 不唱成龍就來唱了 成龍是不是非常有天分 他可以把所有的major 唱成minor 所有的大調都唱成小調 之前成龍好像有出過專輯啊 好像有唱歌 那都是我的錯 不是他 這次也很合理了 不要撥啊 這簡直